61集 一连几日里,远迎店里只有慧菊陪在我的身边,甚至是夜晚,她都睡在店中芝奇的小床上,可谓是寸步不离。 每日那苦涩的药汁也是一定要喝,还有膳食,看得出是精心准备过,医了药理。 可是,我却见不到任何的人,还有,我最想知道,沈西妖如今如何,她到底想怎样处置我。 心是玄境的,我不担心自己,却担心着自己的家人,在自己做出那等事之后,会受到怎样的牵连。 也许,那一直仍绕心头的想法又冒了出来,也许,我的兄长和母亲已经受到了惩治,那么,我又为何还在此? 外面秋光正盛,我遇下床,一连几日都是躺坐在床上,实在是难受。 可是慧菊却总是阻止我下床走动的念头,问她为何,也说不上来。 其实,我的心中是明白的,那日里,我是看见了自己流下的血水,那个孩子,应该是随着那血,离开了吧。 慧菊,扶我起来,我说话间,一只脚已经落在了地上,慧菊慌忙地跑过来。 娘娘使不得,您是不能下床的。 我没有理会她,自己就站了起来,脚下有一些虚浮无力,可是我已经压抑得透不过气了。 娘娘,您不能。 慧菊走到我的身边,拉住了我的手,她的眼睛里是坚定和担忧。 我摇摇头。 慧菊,本宫不管是为何,可是本宫只是想出去透一下气。 我说着,环视了这间精致的屋子,那些华美的器具,在窗子洒尖的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流光溢彩的美。 可是,我却无心去欣赏。 慧菊还是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的脸上生起了一丝不悦和悲怆。 慧菊,本宫只是想出去透一下气。 我的言语虽平和,可是口中的坚定是无法抗拒的。 慧菊的手不由就松了开,她看了看外面的天光,咬了咬牙说。 娘娘,天冷了,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雪白香金丝共锦杀锦裙,在一件月白色,会浅淡荷花样子的绒开衫。 最后,披一件红香色的大披风,头发只是用白锦缎的丝带挽起。 灵星几枚珠珠的簪花,却已让我觉得不堪重负。 终于是明白,为何慧菊不准我出去,甚至是下床了。 却也暗叹,自己已是这般的模样。 推开了门,惊讶地发现,殿外五步一位,十步一岗。 我并不在意,看着慧菊与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说着什么。 我拨弄着披肩上,细带底端垂下的红宝石,目光看向了那红墙外,高远明彻的蓝天。 湖畔,我静默地站在一株柳树旁,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宽阔的水面。 杨柳依依,长长地柳枝轻浮平静的水面。 水上是高远空灵的蓝天的倒影,还有片片的浮云。 已是暮秋,虽菊花漫地,繁复名利,却也略显萧锁淡之气。 风已是凉薄了下来,树叶萧萧,难艳长鸣。 慧菊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我。 我知道,她的眼中是悲气,我的眼中又何尝不是呢? 一直安静地站着,不说话,不动,看着那太阳渐渐地低沉下去,湖面上被染上了温暖的橘黄颜色。 那洁白的云,也变成了飞红的霞,另一边的天际,却是墨澜深深,心都沉沉了。 这一个下午的时光,我一直在想着所有发生的一切。 从入宫,到与沈细瑶的相遇,她给我的宠爱荣冠六宫,无人能及。 我能感受得到,她对我的宠爱,并非因为我的出身,却是发自真心的。 可是,她为什么要杀害父亲?难道,仅仅是因为不愿皇权旁落? 可是父亲后来并没有完全把控朝政,再加上我的原因,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大有缓和。 当然,读过那么多的史记,自然知道外妻的危害,审计要动手除去凌驾,是迟早的事。 想到此,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父亲已死,剩下的就是我的三位兄长。 我刺杀了沈细瑶,若是他追究去,那么,那么我的家人必定是逃不过株连。 我的心越来越沉,并且觉得十分的迷茫。 总觉得这一切,似乎哪里是有问题的,似乎这个问题,就好像隔了沙连一般,几乎触手可得,却是碰不到。 同时,我更深深地为自己的鲁莽和愚蠢而自责。 如今,我虽处在这人间仙境,但是前方的路,却也如同仙境一般。 一座孤岛,进退无路。 我知道,刺杀皇帝,古往今来,只有一死。 只是,我猜不透,沈销没有将我下狱,却把我放在了彭岛摇台的用泥。 他的这般举动,令我深深地不安了起来。 那恐惧越来越深,扶着树的手紧了紧,恰一阵凉风猛烈地吹过,唯一哆嗦,看着水面的涟漪,心也是凉到了极点。 我只求,自己的家族不要受到太多的牵连,为此,我愿付出任何的代价。 手不由搁在了小腹上,心中是刺痛。 这里,已经没有了我的骨肉了吧。 泪滑落,无声无息。 周围的气氛,突然间有点怪异。 虽然我知道,慧绝的目光是一直在我的身上,我也知道,这四中满失守卫,早不是当初我来时的彭岛摇台。 可是此时,我感到了一种送母。 强迫自己不去回头,我就从水面的倒影,看着那夕阳西沉,看着夜色泥漫,感受着越来越凉的冷风倾袭着身体。 然后,我看到了那倒影之中,出现了另一个人影。 不冷吗? 她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不敢去看她。 深深地低着头,眼前是一双云龙出海金丝靴,还有龙袍金黄的下摆。 我只盯着那靴上的龙眼的两颗黑金石,胸口起伏不定。 就这样许久,我几乎感到周围的空气凝固住了。 终于,那金黄的跑脚一晃,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叹息,再抬头,沈细瑶已朝远方走去。 我轻叹了一口气,悬着的心还未落下,就听见沈细瑶的声音传来。 还不早。 人一争,脚下艰难地迈开了步子,跟上了她。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由南音播讲的《黎黄》。 远迎电正殿里,燃着高烛,有浅淡的布克香的气息。 沈细瑶坐在上手,一把水扬木椅上,微偏着头,听着一旁的张德海还在说着什么。 我站在殿外,门前是两个高大的守卫,我略整理了一下被风吹得有一些凌乱的发,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身后,那珠红的大门,砰得被重重的河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我的心,就在那砰的一声中,急速地下落下去。 参见皇上。 我走上前几步,在离那高高的手座还很远的距离处,就跪拜了下去。 那是完全的跪拜,带着无法预料的未来的恐惧,以及对那早已认定的结局的逃避。 我深深地伏在地上,头发散落在面颊的两边,我看到光滑的纯白大理石的地面上,反映出自己京剧的眼睛。 很静,很静,静到我甚至听见了自己猛烈的心跳。 我不敢抬头,只是用勉强镇定下来的声音说道。 罪负,灵雪威,参见皇上。 嗯。 沈潇的声音远远地传来,带着些许的不自然。 我不敢动,依旧是那样跪着扶着身子。 起来吧。 她的声音响起,似是不带一丝的感情,可是却又似乎压抑了许久。 我抬头看着她,远远地,在焚起了锐和香的正殿里。 她的脸在徐徐的白雾中我看不真切,我只感觉到一股如炬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很久,大正殿里,除了外面的风声,再没有其他。 为什么? 她的声音传来,打破了那似乎要持续到永久的静默。 她的语气虽平和,可是声音里却满是失望和痛心。 我听到这个声音,猛地一抬头,发丝缠绕在面上,我伸手欲剥开,在指缝中,看到了沈西遥略带苍白的脸。 她走下了玉座,来到了我的面前,我的心没来由的一紧。 为什么? 朕再问你一点。 为什么? 我闭上了眼,深深地,缓慢地,歇了一口气,然后猛然地睁开,直对上沈西遥漆黑如墨的眼睛。 因为,因为,因为,我恨你。 沈西遥明显地一睁,随之微低了头去。 你恨我,为什么恨我,我带你。 她没有说下去,可是我能感觉到她的哀伤。 你可知,这弑君之罪,是要诛酒族的。 沈西遥突然脸去了那满脸的哀伤,微叹了身子看着我,她的眼里有一丝怀疑。 聪明若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还是你灵家,有什么企图? 她的眼睛一眯,一道金光闪过。 我抬头看着她,我的眼里满是疑问,嘴角不由就泛起了一丝冷笑。 我灵家,举世皆知,是大溪最忠诚的家族,若是有一心,恐这天下,早就不若今日这般太平了。 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沈西遥的脸。 这一点,皇上您比我还清楚。 她偏了偏头,眼睛眯了眯,继而轻微地摇了摇头。 哼,那朕就更糊涂了。 她带了一抹笑说道,我带着冷笑看着她。 皇上,不是我灵家怎么了,而是皇上您,您做了什么,您清楚。 我看着她,她自己做的事,她的心里是有数的。 可是,令我奇怪的是,沈西遥脸上的疑惑越来越重。 沈做了什么? 她喃喃地说道,罢了,即使她不愿承认,也无妨了,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已经犯下了弑君的罪名。 一切辩解还有什么意义呢? 沈,沈对你很失望。 沈,没有办法。 她看了一眼旁边的张德海,张德海会议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抬起头,看着张德海拿出了一张圣旨,准备宣读。 我带了一丝淡笑,闭上了眼睛。 上语! 张德海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中响起。 我带着安静地笑,听着这个,自己等待已久的结果。 无非一死,不是吗? 对不起父亲,我伤了灵家百年忠烈的荣耀。 对不起母亲,您最疼爱的女儿,终要先您而去了。 对不起,我的哥哥们,我的行为,恐会影响你们的前程,但是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平安,不会受到过多的牵连。 对不起,希克,只愿在你的心中,还会有我。 不,不,你还是要忘了我,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对不起,希瑶。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样做,该有多好。 如果,一切能够回到最初,能够回到大婚的那个夜晚。 如果你没有扶修而去,如果,我没有任命的甘愿在后宫闭市,如果我们能早一点相遇,是否这一切都会不同了呢? 可是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如果? 我淡淡地笑了起来,闭上了眼睛。 慢。 闻声睁开了眼,沈希瑶再次从玉座上下来,走到了我的身边。 她的眼中有不忍,也有坚决。 真想知道,为什么? 沈希瑶来到了我的身边,甚至屈尊地蹲下了身子。 我摇了摇头看着她,我的目光卑微。 皇上,您知道的,您对我的父亲不满,您所做的一切。 那些,我无法忘怀,无法释怀。 罪负我,做了如此大逆之事,甘愿受到惩罚。 耳边传来一阵叹息,仿佛秋日里萧瑟的风拂过,我突然想哭。 真对灵想,也罢,也罢,也罢。 我感觉到身边的她起了身,那熟悉的薄克龙烟香的气息远去。 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渴望着气息,我大口地呼吸着,仿佛想抓住这最后的一丝一缕。 以后,我将再也感受不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